今天带大家看锦绣南哥第42集 王子金梳妆完毕等待沈志归来 而沈丰抵达驿站 西文父兄转到魏央湖 待他赶至娇临 金爵为时已晚天人永隔 他顿时崩溃 一路踉跄拉回尸首回到健康 沈乐清躲在街角观望暗中讥笑 随后沈丰回到沈府门前 终于气不成声 王子金见状也晕倒在地 沈丽哥和郑叔等人忍不住嚎啕痛哭 刘一康在府内拟照赐婚 抑郁成全沈志和王子金 可许詹却忽来禀报噩耗 另一边刘一轩正要传授婉儿马术 却听闻沈氏父子的死讯 当即决定返回健康 沈府内王子金紧紧抱住沈志心如刀割 而沈丽哥未查凶手 跟随沈丰前往交陵 突然天降大雨冲刷着所有痕迹 二人只找到残缺的暗器和沈亭章珍藏的莲子 唯独没有发现薛囚遗留的玉佩 恢复后沈丽哥气急攻心痛不欲生 刘一康陪他守在灵堂 沈丰也万分悲痛握底而泣 另一边众人对沈夫人隐瞒沈氏父子的死讯 王子金也强颜欢笑地在旁事后 直到听到沈夫人念叨他与沈侄的婚事 不禁流下眼泪 待到出了房门更是痛哭流涕 此日沈丰和沈丽哥等人冷静分析 认为此事定是薛囚所为 沈丽哥提见郑玉出门报仇 刘一康却表示自己会彻查此事 而沈夫人执意要去寺庙送金 还怒斥沈丽哥 证出见状想要替沈丽哥说话 可沈丽哥却将他拉住 委托他照顾好母亲 随后随远君为沈氏父子举行葬礼 沈丽哥与沈丰登上高台 执其招魂送其入恋